回應一下陳凡 剛才我注意到刑事檢控專員公佈了她的決定 就是就鄭若驊司長和她的丈夫 在屯門的商連屋涉嫌的僭建案件 刑事檢控專員是清晰地展現了 當案件牽涉到敏感人士 其實是應該一個正常的程序是應該怎麼處理呢 其實這次刑事檢控專員是清楚示範了出來 包括外聘資深大律師尋求獨立的法律意見 這次我不會跳進去討論法律問題本身 但是如果刑事檢控專員是想進一步說服公眾 這次的決定是正確的話 其實更好的辦法就是參考梁錦松案和湯顯明案 將外聘資深大律師的法律意見是能夠公佈出來 以示公眾而來的 而同一時間我再次強調 這次刑事檢控專員的處理手法 其實就是一貫我們在香港在刑事檢控上面 當案件是牽涉到敏感人物的時候 應該的正確處理手法 這一個其實就是跟大律師公會出的聲明 認為在牽涉到UGL案件裏面 律政司並沒有尋求獨立 大律師的意見認為這樣是不正確的做法 其實是完全吻合的 就這一點而言我要講來到這裏 and I'll say a few words in English Regarding the decision to prosecute Mr. Poon Illegal structure matters I would say the DPP has clearly demonstrated a correct way when it comes to sensitive matters namely the DPP has instructed an independent senior counsel to give legal advice and that is in contrast to what happened in the UGL case and obviously what happened in the UGL case is not a correct way to handle similar cases that is when it comes to sensitive issues and important government officials Is it reasonable that the Justice Secretary seems to be exempt from being prosecuted while her husband actually comes into trouble I expect the DPP would issue what Mr. Edwin Choi senior counsel has advised it the DPP when it comes to the decision if the legal advice is clear and is convincing then of course the public would have no any other concerns but now what we can see only is a few pages of press statements published online and I would say that is not enough and not sufficient to ease our concerns 那廊灣只是跟她丈夫 或是單純的事件 可能是輪陣來做例子 就是之前提示她丈夫 反映了甚麼問題 或者是這麼說 我期望的是刑事檢控專員 能夠進一步 將蔡惠邦資深大律師的法律意見 詳細地向公眾交代 因為始終在表面上 令人感覺 就是今次是檢控一位 而不檢控另一位 这个会不会中间有任何的偏差 有没有任何东西 是令公众觉得 这个是因为事涉律政司司长 所以避开了而不告他 这个我觉得对于司长都不公平 如果最后可能在法律意见上面 认为是对他是完全 是没有这样的法律基础去控告他的话 其实对他最好的 就是将独立法律意见 是能够进一步全面公开 这样公众才有一个全盘的观察 才可以看得到 今次形成检控专营的决定是否正确 好 我是会讲三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回应陈凡的问题 第二就是关于香港航空 第三就是你见到关于 无人机闯入Gatwick London机场的事件 先回应第一点 关于陈凡就出了来说一个新的房屋政策 第一样想回应 他将现在的六四比转为七三比 其实这个数字上是显示了出来的 但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所谓的七三比 Fur... 另外便就是将地汲比进一步放宽 round他根本从20% 就可以放宽到30% 如果以数学提 其实它所放出来的 只不过是增加了地积比 令到建楼可以起高了 但是如果你计算地盘面积的改变 其实可能改变不大 如果你用了一个逻辑 因为它七三比是说单位数目 而不是说面积 所以你看到整件事 只不过是数字游戏 而如果你说纯以土地的使用 其实分分钟是跟之前没有改变过的 只不过是你增加了10%的地积比 同一时间你将六四变成七三 但是刚刚说过了 你增加的或者改变的是单位数目 而不是地盘面积 又或者是住屋的面积 所以这里其实是一个有少少玩的数字 而你这么多的摩天公下出现的话 其实你的交通配套 你的社会其他的设施 其实等于是多人分享了 就是多人要用了 那些又有没有全面来配合呢 而你增加了这些摩天公下之后 另外一个会出现的就是平风效应的问题 可能近年是少有人说的 但是不代表这些东西不存在 也不是令他常理化 你进一步增加他的楼宇高度的话 只会继续恶化这个平风效应 而另外一个就是想说的就是 他那个 达不达标的问题 其实以前一路说六四的时候 其实他都不达标的 他都是五而已 那你现在七三的话 其实最终是不是真的达标呢 这个也是一个诚意的 而另外就是想说一个个度性房屋这个问题 其实是有点点担着 早两天 讲这个工厂大厦全等改建 为个度性房屋 我觉得也有点关系 在初次会议那里 我问到一个问题 其实他没有机会回答我 就是说你是不是容许有黑房这一件事 因为在工厂大厦的话 如果你要改建 遇到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工厂大厦的地皮 或者面积是比较大 那么他的窗呢 是一堆堆堆的 那你能够认识到有房 是可以有窗呢 其实是 不会用得了你整层楼的空间 所以发展局呢 可能会容许黑房的出现 那么现在你做这个个度性房屋 究竟是 我们是要 不是真的要牺牲一个窗 都不值得拥有呢 那么这个是值得深思熟虑 另外呢 想回应另外两点的 第一呢 就是关于香港航空那件事 今天有报章报导 就是说香港航空 也是可能面临一些财政问题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的就是 香港航空它自己是一间私人公司 他是没有需要向外来公开 他的那盘数的 而就算是他欠多少钱 或者他银行里有多少钱呢 是不需要向任何公众来公开的 这是事实 知不过 政府是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监管角色呢 绝对不是 首先呢 民航署是要负责任何一间 在香港注册的公司 是所有他的程序啊 他的安全等等 是必须要符合民航署的要求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其实在运防局之下呢 有一个叫做 空运牌照局的 空运牌照局呢 是决定发不发牌 做不足牌 有没有条件 是继续营运的 他们是有责任 亦是有权 是去看任何一间航空公司 本地注册航空公司 是看他们的营运状况 来到确保是有足够的能力 是继续营运的 所以我觉得政府呢 应该要尽快出来解话 就是如果你说那间的航空公司 不愿意透露 他的那个的营运状态的话 其实香港政府 特别是运防局 或者所说的 空运牌照局呢 其实都应该出来 来到令公众释怀 就是如果他觉得 其实他们都很信心的 他虽然不能够透露 他里面的细节 但是他起码都出来说 我们是曾经看过 或者没有看过 这个的某间航空公司 他里面那盘数 或者他那个营运数据 他们是觉得有信心 还是没有信心 是觉得可以继续营运下去 我觉得这个呢 我觉得香港政府 是需要出来解话的 去到第三样东西想说 就是关于昨天的 伦敦Gateway的机场 无人机干扰的问题 其实呢 就是无人机 其实越来越普及之余 亦都对航空界 是制造一定程度的影响 你特别你看到 在早几天之前 其实也有一架 墨西哥航空的波音737 的飞机 是撞了在一架无人机那里 令到机头 是严重受损 最后是要紧急降落的 所以其实 无人机对于 航空或者是民航机的影响呢 其实已经很明显看到出来的 香港是否曾经没有发生过呢 其实不是的 据我所知呢 也有一些机师跟我说 就是说 他在降落乡机场的时候 是曾经见过无人机 在他附近出现过的 但是 现在就着你猜不到 原来有两架无人机 在机场附近飞飞 原来搞到整个机场是完全瘫痪了 可以 这件事可不可以 有可能出现在香港呢 当然有了 所以呢 其实香港政府应该尽快 去和机管局 民航署 或者是保安局 等等有关的部门 来到商讨香港机场 是否应该 增设一些 反 这些无人机的装置 那什么叫做 反无人机的系统装置呢 其实外国有些地方 已经是装了的了 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来的了 包括是可能 在机场附近范围 装一些的仪器 有需要的时候呢 是可以 着了之后呢 就会干扰了 所有无人机 他们的频率 他们所谓的频道 令到它失灵 跌下来的 是有的 这些是可以做到的 另外一些呢 可能是一些 类似像一支枪 那样的东西 就将那个特定目标呢 就将它 其实不是击落 但是也是用 这个无线电干扰的方法呢 令到它不能够再飞 你看到呢 现在这些设备 或者这些科技呢 是今天已经有的了 并不是说一些要再研发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香港呢 是需要有这些东西 而未来呢 亦都会 就着无人机呢 亦都会在香港 修例 应该这么说 那么 他的监管呢 是希望是可以做到 就是避免 刚才我们见到 在英国机场出现的状况 而这个 整套的 注册啊 或者是 规管无人机呢 你会见到今次 可能也都要有一些新的想法 因为很多的无人机 如果大家 一般买得到 是自己玩的那些呢 其实它会有一个所谓的 geo fencing 就是说 你不能够飞进去一些禁飞区的 无论你怎么控制呢 禁无人机都进不去 但是一些大厂 去做出来的无人机 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一些工业用的无人机 或者甚至乎自己 砌出来的无人机 其实是阻止不了的 另外再加上 就是这个 实名登记制 这一件事了 那如果人家有心 去做这些干扰 社会安宁 甚至乎机场运作的人呢 其实他们一定不会登记的 那你又去怎么处理呢 那我相信呢 就是民航署也都会就住 就是今次发生的事件呢 是会重新讨论 就是明年将会推出来 交来立法会的这条条例的时候呢 看看会不会有其他的修订 OK 好 Jerry 只有一点一个问题 如果有可能性的问题 如果有可能性的问题 如果有可能性改变 7-2-3 如果有可能性改变 7-2-3 7-2-3 OK 如果有可能性改变 如果有可能性改变 所以 当时他们改变 记住 记住 除非 公文大利亚 就是 概要 公文大利亚 公民大利亚 公民大利亚 and allows an extra 10% of the building ratio of the public housing that means you are expecting more of those skypepe towers in the public sector so in reality, how achievable is that if you look in the past, it used to be 6 to 4 and even during that time, the reality was only about 50-50 OK So even though what they're asking for now is they will say you know more commitment into the public sector However what they have actually done is just increase the ratio of the port ratio so that you can build a taller building OK OK Gan shai